台北市万华分局最近所破过的一起地下钱庄的案件 嫌犯是专门找刘英下手 两万块钱的借款 一个月的利息就高达一万五 有两个刘英还不出钱来 竟然还被强拍裸照贴在电线杆 台北市康定路上的私昌聊 有两位刘英因为日子过不下去 没有想到两万元的借款 一个月利息就高达一万五千元 刘英付不出钱 竟然被地下钱庄的小弟逼迫 用手机互拍对方裸照 嫌犯再把照片洗出来 就贴在刘英做生意门口的电线杆上来逼债 其中有一个被害人是无力偿还 那不敢来上班 那被嫌犯找到的话 就是以保证人跟被害人 互拍这个照片 提供给这个嫌犯 作为这个是有还款的诚意 刘英被强拍裸照逼债的消息也立刻传开 地下钱庄为了怕刘英借了钱就搬走 还派小弟详细地记录刘英的身家资料 随时监控而万华地区的刘英大多已经是中年妇女 赚的钱根本不够还利息 这个地下钱庄也被刘英们视为吸血鬼 警方在新庄逮捕到主嫌成性男子后 也将他依重利罪跟妨害风化罪移送法办 民事新闻旋循陈金叶台北报导